食力呀 做人要有食力 大家當然記得我們的食力簡 簡炳池先生這位很出色的練馬師 曾經在香港的馬壇裏面 真的戚冊風雲 上次講完標叔這次要講講我們的食力簡 食力簡當然是勁抽啦還有很多新聞走出來 不講其他啦先講講食力簡先生 他很有食力的出身 簡炳池先生在香港上水 重泊朗村 長大的是新界的原居民 曾經就讀博文學校 後來入了鳳溪第一中學 鳳溪中學就有很多名人出現 讀初中級 當然鳳溪讀完後就說我不喜歡讀書了 不喜歡讀書真是絕學啦 絕學之後就去了中環的牛奶公司做初級民縣 那個年代 做到民縣也挺好的啦 接著他說什麼 還不是撿頭撿尾的東西 英文不是那麼好 去了半山聖精德讀 夜校 專門修煉好自己的英文 當時來說 洋人的社會 你有英文當然會好一點啦 懂英文的話 後來專門去做什麼 做信差啊 泥工 都是 低層的工作 甚至乎後來考過去做附警 他的編號是A455 大佬A455 很早很早 紅膊頭的肩章 多厲害 因為他懂英文啊所以就引以為傲 但是做一下這個附警就覺得沒有什麼前途啊 都不是很行的 剛巧有親戚 在英國的幾兄弟就去了英國 幫忙去做一些餐廳 那餐廳呢是中國餐廳來的嘛 就是開在這個 叫葉森馬場的附近 那時候 招呼客人 其中一個 當然是 賽馬界的人啊 騎士啊 豬魚刺女啊 他真的 服侍了一個騎士 騎士 看見他是年輕人 挺好聊啊 挺有趣的 於是 食力簡 就問 你猜可以介紹我進去的馬房呢 騎士 可以呀 你有興趣嗎 可以呀 那麼 為什麼我可以呢 因為你英文好啊 原來 讀英文很有用 因為英文好就可以在馬場內溝通嘛 於是你就可以做 做簡單的工作啦 難道可以做騎士啊 當然是做馬夫啊 擦一下馬 或者帶一下馬出去 當然有小小的拆騎 拆騎員也有份做 早上他就在馬房那裏做事 做事 然後下周去學英文 鍛鍊到自己英文更加好 才可以跟 阿誰聊天啊 晚上就回餐館了 繼續做 終於做 做了七年那麼長啊 幾乎十歲 好了 他說馬場裏面 馬房裏面 很辛苦的 要一腳踢到做 騎馬洗馬餵治療啊 一手包辦三隻馬的工作啊 跟著 曾經做過職業騎士啊 去修讀過有關於 馬匹的管理的課程 慢慢在這裡學到很多 練馬的知識 正式就踏足這個馬圈 慢慢 磨練因為有很多高手在那裏 英國的 很多傳統 幾代人都是做馬的 或者是練馬的 當然是學到很多 因為香港的賽馬基本上都是來自英國的 所以如果你在英國有機會 過早的時期已經 學懂了一些東西 那麼你又有機會回來香港的話 大顯身手 那麼 七年時間 就在這個馬房啊 餐廳一路互做來做去又學英文 所以 鍛鍊得的人非常之厲害 那時候還年輕 有一次 69年的時候 剛好 神操的 其實是馬就跌下來 達商了 要回香港治療 知道為什麼嗎 鐵打嘛 香港有 英國當然沒有啦 那時候 那些做法 我想中國人也是說 要找鐵打來搞搞 於是 回到香港那裏 剛好就看到 香港賽馬會 拼請這個馬房助理 那自己已經在做做理的事 那麼好啊 去見宮 那麼 見宮那個人 就 扔一份南華早報給他讀 當然啦 原來很多人連南華早報都不會讀的 這裏的工作也差不多 也是這樣做 然後因為他有一定的能力 工作 就懂英文 所以慢慢就 做馬房助理 就開始 操下馬 馬會看到 這個年輕人 有機會 香港需要新的練馬師 於是1972年 派到英國 深操做馬房管理 要學會新的技術 這個簡炳池 終於就學成歸來 進升了 為 高士和馬房的助理練馬師 然後又跟隨過 歐錦雄 以及 賓史 賓史 我就認識了 賓史那個年代 我又開始 賭過馬 我年輕的時候 不知道你有沒有賭過馬 你賭過馬 你有關於一些 做馬或者做馬 你應該不知道 賭馬的 過癮的東西 你留下 大家聊一下 你懂不懂 簡炳池 實力簡 曾經贏過什麼馬 幫你賺過錢 1978年79年的馬鬼開始的時候 就是 沙田 馬化房開始 開倉 有自己的 做練馬師 正式 但是最初幾個季 都是 大約二至三十匹馬 因為為什麼 你是新的練馬師 剛才走回來 大家都不斷以為 不要相信你 一部份 馬主 有四五隻馬 給你 看看你怎樣 其他就給你 大的 馬倉 馬房 不是給你 你拿著這些 一般的馬 你怎樣練習 跟別人的很厲害 很難有什麼特別成績 練習一下練習一下成績的一般 然後 1984年 就這個 就憑著一隻中二寶 金鐘金 奪得首屆的馬會 100周年 100周年紀念盃 100周年的紀念銀瓶 就開始 再贏了1985年86年的 打比大賽 所以就開始 聲明大粗 開始有 老闆會 有食力 就必須 當然 機會大一點 然後慢慢 提升 當時有首席的華人練馬師 鄭蒂齒 鄭蒂齒 大家很熟悉 澳洲席的練馬師 叫做艾華 師 因為涉及 這個大馬主 楊元龍 上海幫 做馬案 這個已經拍過電影了 搞到 要停牌 整個停牌 馬房 就是沒有了 那些馬是怎樣的 那些馬主 死了 那些大堆馬 就堆下去 大摩 摩亞 那個馬房 約翰摩亞 大死了 一堆下去 滿額 搞不到那麼多地方 搞不到那麼多 人手有限 那麼 不行 於是 更多人不可以來 於是其他馬主 沒有辦法 把比較高質素的馬 搬到這個 簡扣 這個 簡秉慈先生的旗下 就好了 阿簡 我交給你 我的好馬來的 你小心跟他搞 當然是 但是很難得有這些機會 以前也是鍛鍊這些 中等的馬 現在突然一堆 最美的鄭蒂齒 以及澳洲煉馬司 那些都給我了 發財了 於是 成績是突飛猛進 很厲害 變成60匹馬 2030匹變成60匹 很誇張 真的可以了 拼命去做 然後 成績一路一路越來越好 連續碰到五屆的香港冠軍煉馬司 就算你的人 你也要看看機會來不來 有機會來得到 你要掌握他 取得到香港紀錄的超過844場頭馬 當中還以1989年和90年 奪取 63場的頭馬 最出色了 買到簡炳池也贏了 厲害吧 由這一段的簡炳池的 經歷可以看到什麼呢 人 就算你 怎麼厲害 其實你也是需要 一些 幸運 一些制度 你好像 簡炳池 他一直都是這樣做練馬司 但是 你是真的要等 要等那個時間過人家對你有信心 但是如果突然間有些意外 例如楊元龍這個做馬案 突然間令到 兩大馬房 沒有了 那些連馬司幫他搞 那些馬主局 要把那些馬搬出來 那麼 簡炳池 得到這個機會 可以有很多很多好馬 在他手上發揮出來 那麼 如果沒有這個機會 你多厲害 也是 等下 排隊 所以呢 中國人 跟 外國人是不同的 中國人經常說 好厲害啊 怎樣怎樣怎樣 你看 實力簡也是這樣說 我有實力的 但是外國人經常說成功 我幸運 即是我救運撞到的 實力 為贏了 勝利的 成功的 每個人都有實力的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實力的 都可以成功的 因為 要等機遇 機會 你有實力 就 掌握這個機會的能力 你如果不是的話 機會來了 你也會漏走 好一點而已 然後差點又貼回去 因為你沒有實力 但是如果你有實力 又沒有機會的話 你就在等 可能等了一輩子 所以你要看看 你的機遇 當然啦 來到機遇之後 要再靠你啦 在新環境裏面 你又能夠掌握到那些 巧妙再繼續衝上去 因為 別人給你馬 你怎麼跟馬主溝通 怎樣繼續在這個馬場做得更好 每個人針對你的時候情況也不一樣 所以這件事也要考慮你自己的能力 即是 建議 怎樣的東西 你也是要的 所以呢 當然啦 我們說 實力 是很重要的 但是 選擇實力 其實什麼叫做實力 大家有沒有 想過呢 即是你說做人要有實力才可以的 但是 實力究竟是什麼呢 可不可以 確實一點解釋一下 爸爸媽媽 很多時候不懂得教小孩子 很多人說 勤力啦 堅毅啦 好勇氣 堅毅不穩 不要怕吃虧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 但是 難道我勤力 堅毅 很有勇氣 不怕吃虧 那我一定是能力得到提升 似乎又不是 因為為什麼 實力是代表你的能力得到提升 對不對 那你才可以 學立 計群 但是剛才那些只是一種心態 或者是你的實際的 做事的方法 這個 不一定可以提升到你的實力 這是一個心態 一個方向 一個方針 做人就是這樣 說我不怕吃虧 所以我爭取得更多的機會 如何提升你自己的 能力呢 成為一種實力呢 我的解釋 分開兩個部分 讓大家看看 聽一下和不同意 跟著又說一下你的意見 首先一個 我認為是 外部的 就是什麼呢 你要了解 時勢 因為呢 其實 你做人 你在任何一個環境都好 你要看一下 現在的時局的時勢是怎樣 因為人是要受到這個 大時勢的影響 譬如說 政治的變化 現在香港政治很大變化 對不對 一變 喂 全部所有東西就洗牌了 不同了 那你要知道 未來會怎樣變 變成怎樣 將會怎樣變 這一件事 或者現在變成怎樣 你也要了解 如果你 不懂 你又不是說 看風洗你 但是起碼一件事 你會知道 時局 是怎樣 你就決定你自己做些什麼 即是如果你逆時勢的話 這件事一定是壞的 既然是壞的話 你不如不要做 所以要了解的時勢 了解的時勢 不是只是這件事 經濟的時勢 以及 政治的時勢 都同時要掌握 因為 政治 整個局面都改變了 這個是 沒得你作主 政治就是這樣 另外 就是經濟的時勢 你現在的經濟情況是怎樣 外圍經濟是怎樣 香港的經濟是怎樣 互相有關係 如果你不理解的話 你做著那件事 原來 過多三年 就會死掉了 即是你現在說 我很努力去做貿易的生意 做貿易 香港現在還行不行 即是出入口 你會不會發覺 有很嚴重的障礙 中國的貨物還是不是 受到外國的歡迎 你現在衝出去 會不會頭崩壓裂 怎樣做法 即是譬如說 你看到 對呀 以前國內的人說 我做一些衣服 給一些人 加工 幫他 賺不到錢 怎樣做自己的品牌 有些人 說我不做自己的品牌 我怎樣 我先做書 我用Apps 就走過去 然後我的方法就是 很快地生產 當然很多時候是抄亂的款式 那麼 有一大堆的細工廠跟我做 我很快很快 超快速的時裝 比你這個快速時裝更快 那麼他就搶了市場出來 他知道 時勢是怎樣 時局是怎樣 他怎樣的變化 又能理解到 原來呢 美國改了制度 幾元美金 或者多少錢美金以下 寄進去 就不用檢查 有這樣的情況 總之就是世界上包裹世界上包裹世界上包裹世界上進去 這就可以跳過去 成為了 雪線的成功 這個時勢要明白 等於很簡單 2000年開始 科網來 你不懂的話 就算了 我經常跟人說 後來國內的朋友經常跟人說 我忘記是2010年左右 當這個小賣的手機 跌跌到2000元 嘩 那個第三代 3G 4G 跟著就來了 跟著就是手遊 滴滴 美團 一大堆東西就來了 因為 手機普及化 你就可以 成功 所以你要看一下時勢 看看市局 當然 經濟的時勢 經濟的時勢 都重要 所以你現在都聽劉定堅號說 樓市是怎樣的時候 說股市是怎樣的 又看看 經濟現在的環境是怎樣的 這些都全部是因為跟那個 時局的經濟程度有關 你不了解的話 你開過店 那就倒閉了 很簡單 你看不到 開了關 原來是會 人們北上而不是 北落 藍藍來 那就麻煩了 所以很多人 你看 在開關之前和開關之後 口臉都變了 因為他們看不到時勢的變化 現在已經不是 以前 為什麼 因為 中國大陸的經濟又差 北京那時候當然是很明顯看到 很嚴重的 坐的士也少了很多人 打的士也少了很多人 然後還有很多的士司機告訴你 我多做幾個月就不做了 我回鄉 以前我們去北京 哪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是沒有可能的 是的 打爆走人 因為 經濟不好 跟著又看到 那個廠 這個廠 其他廠 美國佬 日本人 什麼什麼 每個都要搬東西走 中國 那個製造業 還會好像以前那麼蓬勃 不會的 那你一路一路就脫勾 你說那個經濟又如何 經濟又好像現在 你沒有一個很實質的情況 去扭轉的局勢 你是不可能 逆轉的 於是你見到國內的 旅客 原本就很有錢 因為他們的房子 升了 現在不斷掉你的房子 就變成了他們 心理中 當然來到 大佬 不斷地 拍一張 菠蘿油 那些東西就算了 我吃了算了 然後 那些什麼什麼冰室 什麼什麼茶餐廳 就不斷收拾 以前的人做冰室做場餐廳 越高貴越好 因為國內的朋友下來 花錢 沒有所謂 80-200元一個人 這個香港特色的 拍照 打卡 現在 兩個人分別 買一個 菠蘿包來 奶茶來拍了算 就不用搞那麼多了 你的消費能力是兩回事 因為他本身的袋裏面沒有錢 所以 香港政府說我們怎麼宣言 你怎麼宣傳 你宣傳之後 是不是令到他的錢包多了 沒有 所以這個你會接受的情況 就是變成這樣 沒有改變 我之前的影片說過 一就是 北上消費 你沒有改變 第二就是 下來的 大陸的遊客 那個消費一直減少 這兩個東西是不會改變的 結果是怎樣 結果所以我 未來的趨勢就是 一定是 人工和租金一定會下跌 因為食物是不會下跌的 你 你不能夠影響世界 沒有可能 就算下跌也是很少 極之少 這個就是趨勢 你要了解整個趨勢 你才可以 才有一個 很合理的 策略 這個就是 大的趨勢 但是還有一個小的趨勢 那怎麼辦 因為你做的行業 不同 譬如說你做YouTuber 或者你做餐廳 你要理解 你現在這個環境 會受什麼影響 是不同的 就是你 餐廳裏面 現在可以請外勞 你的情況是怎樣 大約人工是怎樣 未來會怎樣 要計算數 要知道 做每一個行業 有它的小環境 你一定要了解這個小環境 你才可以 這個 就是實力來的 你 比別人 知道更多 看得到 前面的未來 這個小環境的未來 看到大局勢的經濟 未來的局勢是怎樣 你就知道怎樣部署 這就是實力了 所以一個大環境 一個小環境 你也要去了解 你的小環境 是不是要跟一群人 怎樣朋友 大家有個聯繫 就可以做到生意 還是說 你要培訓到人 很多很多這些東西 你要有這樣的能量 馬榮成以前做中英雄的時候 沒有助理 助理不聰明 要挑選一些聰明的去訓練 這樣就可以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英雄幫 讓人家突出 要時間 這個是一個小環境 大大環境入面 就是香港當時 經濟一直一直向上 小孩子 長大 賺到錢 賣漫畫看 父母阻止不了 所以市場一直一直擴闊 這就是整個 趨勢 當然啦 當時香港 香港 相對來說 因為在 穩定的日子 進入了 在國內 大家回去做廠 香港就越來越發財 由一個做工業的 一路開始變成商業 然後在finance發展 所以整個香港的影響 這個外面的大環境 理智的小環境 要了解 這些就是我認為的 實力的一個建立 就是你成功 知道 不能夠 只是 看看自己做的事 不是的 你做得好 你看看環境 你周圍的行業 怎樣 然後再看看整個大環境 這些才行 另外呢 還有什麼 還有一件事 我經常都特別跟別人說 很多人都很努力 很勤力 但是 你努力勤力 目標是要鍛鍊好你自己 怎麼鍛鍊你自己呢 每個人都去做事 每個某些方向都是一樣的 例如說 你要做YouTuber 你怎麼鍛鍊你自己呢 我跟你說 除了說要鍛鍊自己之外 你勤力呀準時呀 一直出片呀 這些東西大家都懂 最重要的是什麼 找出你自己的特質 你要配合自己的特質 來去努力 這件事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你 每一個人 都要你自己的特別地方 你把長處去發揮 你就可以吸引到 欣賞你的人 你才會長遠做的 你不是的話 你只要跟別人這樣做 你又這樣做 喂 那就是全世界差不多了 那些東西 一多的時候就玩完了 你看你自己的特質在哪裏 做好那裏 現在我看到很多人 所謂的特質 純粹是看自己 懂些什麼 那他做什麼 當然這個有他的 好處 但是其實不是的 因為為什麼呢 每個人都可以再鍛鍊去 再更加把你的範圍做闊一點 你不是說完全不懂的 就等於你做廚師那樣 你做餐廳那樣 可能你不可以做廚師 但是你可能會 試吃 又或者你可以構思一些菜式出來 很特別的 那你要看看你自己的能力在哪裏 即是李嘉誠也不是做膠花的 那麼他要看到市場如何 他鍛鍊他自己 要對每一個部門都很理解的 要貫穿了如何做好 塑膠的製品 他就更加比其他老闆更厲害了 其他老闆只是計算而已 只是跟顧客談好了 他們不會把每個環節都 熟悉理解 怎樣 節省一些 材料 又可以贏多一點 怎樣可以令到工人又可以生產的力量高一點 那麼這些都是 你自己個人 的能量 你要配合你自己本身的性格 我 或者特質 我將這件事 做得好 這樣才行 你要有實力的話 成功的話 首先要 了解你自己 如果你要了解你自己 你就容易掌握 過實力了 記住 實力 包含 剛才劉定堅說的 一個是 你對時勢的理解 小的環境的時勢 還有大的時勢 大的環境的時勢 包括政治和經濟 好啦 跟著就是 要利用你自己 對你自己的理解 將你的特質 去配合 做一些力量出來 這樣才行 不要 有些人 例如你騎蠻樣 你自己 適合 某一種模式 那麼 你一定要 鍛鍊到你自己 原來要贏的是某一種形式 那你就要鍛鍊到你自己去那邊 但是你要配合你自己 自身 就等於做騎師 我應該這麼說 你做騎師就不是做練馬師 做練馬師有練馬師的特質 做騎師有做騎師的特質 當然有些人兩面都成功 有的 是的 減鍊到你自己不是做騎師就不成功了 郭東尼那些 容易兩面都成功了 但是他也不是一個超級的 勁的練馬師 相對來說 所以你也要看看你自己的特質 在哪裏 然後提升你那方面的特質 令到別人追不到你 所以每一個人不同 記住要配合自己的特質 不要 什麼都去做 什麼都去做 啊 我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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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特質不在那裏 你的擅長就不在那裏 特質不一定是擅長 你記住 特質有些是性格來的 你的性格是這樣的 你就 可能某些東西是你贏人的 所以你一定要 記住 是 配合自己的特質 來 做好的實力 好 繼續說一下簡炳池先生 他說 因為 經常練馬出來都會贏 當然是 賺了很多錢 他有什麼好過做練馬師 他經常跟其他朋友說 我做的練好過你做十年 所以是很囂張的 總共贏了800場頭馬 他說一年的獎金 隨隨便是1000萬的 最少都500-600萬的 你說我阿賊 說我厲害 我根本就是厲害 這是事實啦 不用你賺也是厲害的 這個就是實力假 如果你沒有本事 阿賊就是被人說你傻的 他自己 有一間5000呎的大屋 雖然不是怎麼裝修 他擺了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這就是他自己的生活的特質 因為賺到錢 懂得享受 所以 一間屋外面有三部的路斯萊斯 三部的 Bans 還有六部車 怎麼玩都可以 有空喜歡 單止 幾千元的雪卡 然後戴著 卡地亞的眼鏡 太陽眼鏡 周圍走 然後戴著巴黎的皮鞋 這個就是 很有型的 食力假的 這個形象就是這麼奇怪的 當然他那時候就不奇怪了 在新界看到的就相當奇怪了 那麼他說這個社會很奇怪的 他是有錢人 上層人就很尊重我的 他知道 我是靠自己 打個天下出來的 什麼 都是 食力 搞定的 他是中層的人 社會中層的人 一般的欣賞我 尤其是這些中國人 一般的 但是 西人就很欣賞我 為什麼呢 我是靠實力的 西人是講實力的 他是欣賞他 成為了馬場的 這個人成為了馬場的傳奇 所以很欣賞他 當然啦 五屆的 連馬師冠軍800場頭馬 五次贏了這個打比大賽 真是 厲害 然後 他就說 多得這個馬會 72年 被他去了英國的深造 讓他在那裏 再學得很多很多有關於馬房的知識 他就說 他就說我自己很喜歡做事的啦 每一天 三點多鐘 你說多離譜 每一天三點多鐘 回到馬房就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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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 七八點鐘才去吃早餐 天天呀 三點半啊 神早啊 你想想多早睡 三點半就起床 哇天光啊好漂亮啊 然後微天光啊 衝衝去馬房那裏 先做好一些事情 先弄好一些馬 先吃早餐 然後打給馬主 然後下午睡一會 告訴馬主 喂 你有馬怎樣怎樣怎樣 但這情況就是這樣 交代一下 讓人家安心一下 所以他說 我很少接觸人 當然啦 你有這麼多工作是不是 喂 那馬主也算是人的 但不是不是人 他說 其他人我很少理的 畜生我就接觸得多了 然後還要暑假 說什麼呢 很多都是馬主的認識都是這樣 跟他一起去的 外國都買馬 澳洲 英國都買馬 幾十年都是這樣 這個就是他自己的生活環境 因為做列馬斯也是這樣 他很喜歡花錢的 很豪爽的 實力簡 他說 我 告訴你 這些錢不用啊 就是廢紙而已 有什麼用啊 我取資社會 用資社會 我有空喜歡打歌虎 我只是套球軍 都已經十幾二十萬了 他說 沒關係 我找到啊 有什麼所謂 我賺到啊 就可以死啦 這個實力簡 還是 生了兩個兒子兩個女兒 但是每一個呢 當然是 很奇怪 他雖然是一個 我們叫做托德的人 很厲害的人 但是他 教了子女出來 教得很好 四個都是做了專業人士 大兒子在英國那裏開律師行的 有空可以找他幫忙 小兒子 是大律師來的 這個大女子在銀行工作 而這個小兒子 就是會計師 還在2003的時候 在特許供應會的會計師考試裏 獲得全世界第一名 不是全港 而是全球第一名 厲害了 那些人就問了 那你怎麼可以教導你的子女呢 實力簡 說 正所謂上糧不正就下糧歪 老人家說的話 老爸有正氣嘛 他們不敢博取啊 所以我教他們的東西 他們就受勇無窮 經常告訴他們 小時候不讀書呀 大哥就做運輸呀 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麼 但是我當然啦 我說 你有錢 你真的比較容易可以給到好的教育 那當然也要那些子女聽話 會想 他會讀好一些書 我喜歡這樣 這樣才行 有些人真的不聽話 我喜歡玩 他就經常說 老爸賺錢很辛苦呀 經常被人罵呀 為甚麼呢 就是為了你們啦 經常被人罵 他也經常罵人 除了子女之外 還有一群很出色的徒弟 大家知道了 蓮瑪斯徐宇石 還有副蓮瑪斯丁冠浩 以及已故的女騎師 簡衛如小姐 這一批都是他的 高足 後輩說 給你機會啦 後輩 如果他不問的話 你就不要回答啦 因為為甚麼 免得你 死老鬼呀 子子怎樣怎樣 他有問的 你就跟他解決問題 這樣 你選得算是很厲害的啦 為甚麼呢 你不是自己可以的 那麼簡單 還可以訓練到第三層次的成功 那麼 2003年發生了風波 因為 簡炳池跟謝賢是好朋友 曾經有記者問他的時候 他在那裡串話 謝霆鋒和王妃拍拖 靠你匪民啦 博宣傳啦 應該是靠你工作的實力來表現給別人看 記者當然是 問謝霆鋒 謝霆鋒當然是很囂張啦 你先拖好自己的馬 大家都不同圈的 你是馬圈 我是娛樂圈 你博宣傳還是我博宣傳啦 然後 然後 謝霆鋒的 哎呀乾姐 這個梅艷芳 力挺啊 謝霆鋒 就說他是非命啊 經常被人 搞事搞非的 這個實力簡就是 實力簡就是覺得自己 哎呀 什麼妹姐都生氣啊 哎呀 那就對不起啦 原諒一下我這個老兒筆啦 大人有大量原諒我啦 他 也懂得看風頭火勢的 不是個個都得罪的 看看你哪位啦 梅艷芳小姐 就不得罪了 我都不敢惹那麼多是非 我跟謝霆鋒讀協 Sorry啦 實力簡 你看 真是 如果不是那麼容易可以令到所有的馬主 甘心把他的馬都交給他 經常得罪人的 這樣就不行了 所以那時候董彪說 哎呀 你說應付那些馬就容易了 應付那些馬主就麻煩了 馬主的心情不同 脾氣不同 請你吃飯 你又不可以不去 這個又請 那個又請 哪裏搞得那麼多 所以人情世故這件事 不是簡單 你始終要有這些關係 才會有很多靚馬給你的 馬房去操練 不是 聰明都死呀 好了 2003年 實力簡 退出了25年 這個馬圈 2003-2004年的期間 他去了澳門做練馬司 贏了267 長馬 那麼 期間又 派過一隻叫宮殿複像來香港參加港澳班 贏過一次第3名 那麼 到了他一路一路 退休的時間的時候 2011年2月就發生了大件事 他就 被 起訴廉政公署 他在上水鄉委員會執委選舉裏面 他選 行賄 要別人說 你選我吧 給你一點錢 當時角逐上水鄉委員 上水鄉公司委員的主席 他 用13萬 向經營士多的一個代表 叫廖福壽 進行賄賂 終於就被判入獄14周 一世人都未試過那麼沒面子 要 挫監 簡兵池曾經提出上訴 但是被駁回 然後 復原營 律政司說 不行 他賄賂了 這個刑期過輕 然後向高院提出加刑 慘了 上訴庭一決定 要加刑到一年 然後這個實力又再被人訂了 又再坐過 連續三年都要在 獄中 度過他的生日 可惡 有些我想可能是 臨時監禁 不讓他保釋 所以又剛好撞到 生日才有三年 坐不來 上訴庭就說 判決原因是因為 實力簡是漠視法紀的行為 必須蠢判 實力簡就去到 坐牢的時候就說 裏面的人很尊重我 原來的監獄裏面有一個圖書館 還有《紅龍夢三角志》 慢慢看 進去 經常要檢驗他的身體 知道原來有很多小毛病 有心臟病 又要吃鋼血壓藥 膽固醇藥 受過這個教訓 大半身人那麼牙刷 現在的天上天要搓你銳氣 這就是報應 實力簡直是 我接觸了那麼多畜生 多過人 不理解那些人 現在很淒涼 反而人就好很多了 缺點 經常說自己的缺點 很深遠 江湖 我 跟我嬉嬉嬉嬉嬉嬉 我經常都說 看著他 沒有問題 就好像今次 被告到起訴 有一個一直叫他大佬的北區區議員 侯之強 他以前經常叫我大佬 有人叫我看著他 我看著他 這次大二滅親 就 做證人起訴我 有些人打掃我 打到我永不超生 不過我沒有想過 一跌 從高空跌下來跌得那麼重 不過怨來也沒有用 那麼 那麼 他說最慘的是什麼 就是 他出獄之後 這個 高爾夫球會就說因為他有案底 取消他的會籍 慘了 不能打高爾夫球 那就是歧視我 政府要說 支持更新人士 我去更新人士 你有錢 金什麼生 不同更新 好 看看實力選其中一些 他自己的金句 逢是這些 很有實力的人 他就 很喜歡 開口埋口 很有金句 包括 做人最重要是有實力 只要有實力 其他人就會尊敬你了 厲害 所以叫做實力選 男人說財幹和實力 靚仔也是其次 所以 跟謝凌鋒這樣說 實力最重要 靚仔其次 馬圈跟全世界一樣 壞人就很難死 好人就很快死 這個我自己也有另外的體會 我經常跟你說 你放心吧 我是壞人 所以 沒有那麼容易死 為什麼 壞人 經常都 給外面 你看看 那些 響的煙霧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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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favour 讓大家凌彈一下 現在會就聚會 只好 好了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什麼 我經常笑 一些人說 這些壞人 為什麼總是沒有死 我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上天要 接磨 好人 你早點死 好人 快點死 解決了問題 你壞人 慘了 要慢慢 額額 折磨你 像我一樣 我肯定壞人 所以我便長命一點 慢慢折磨我 OKOK 讓你折磨 沒問題 有些人說我的車子舊 但我告訴你老婆也舊了 你先換老婆吧 那我就換了 到了2022年 過了不久 2月12日晚上9點 就在上水的蟲泊浪的大宅 發現了實力簡的屍體僵硬了 沒有密薄 他安場離世 享年是84歲 那麼 在我講了那麼多人物來說 實力簡當然是一個馬壇的風雲人物 他絕對是有實力的 但也是因為他擁有實力 而得到他自己 應得的榮耀 以及富貴 但是晚年他是因為賄選就坐牢了 那為什麼他會弄成這樣呢 你想一下他的初心 他在做什麼選舉 他什麼都有了 有錢 有面 人人都認識他 又安享晚年 小孩子又很好 下一代OK 那為甚麼呢 原來有好些人就會這樣 他曾經在這個社會上很有地位 很有權力 突然間 你一縮 停止了工作 什麼都沒有了 全部 你的朋友呀 你平時的工作呀 那些關係的東西 也沒有人聽你說話 不像現在做Youtuber 做Youtuber 你可以說話 於是你就會覺得 死了 我好像 等死那樣 不行呀 他很想有以前那種風光的感覺 probably 不如 人們繼續尊重我 繼續 關注我 繼續聽我說話 són 繼續提取我 留意我 另外我又有 有得威 有權力 於是他做做什麼 他想出 我做政界 但是為什麼他是出事TP flaw 忘記了一件事 大家回一回看他的人生 他曾經試過有七年的時間 在英國的馬房一腳踢 洗馬、餵馬、餵飼料 什麼都做,一手包辦 還要回去學英文,又要回去做餐廳 很辛苦的 但這就是他鍛鍊的過程 後來去到香港,保佑再扔他去英國,又再學習 他是曾經 為了去積累他自己的實力 他是有努力過一段很長很長很長的時間 這就是他的實力的基礎 但是這次他去選舉 他就不是 他要入政治界 他有想過,你自己有沒有付出過很多時間 在這裏 才可以紮好根 他的方法是什麼 你也認識我,我給你一點錢,你選我就可以 他的方法是 走捷徑 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但是這樣走捷徑的話 其實就算被你得到那個位置也沒有用 因為為什麼呢 人家不會尊敬你 他知道你後面 是用一些方法拒選 你都這樣的年紀,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他就是想不清楚 他太渴望 找回以前那種 很多的光榮 很多的光彩 拍到我那裏 記者要找我訪問 因為為什麼我聰明 我是主席 我可以發言 我很聰明 他想不到 這個界別 這樣的付出 他是 需要 一樣用 時間 慢慢努力 去累積他的實力 這個實力簡 突然間放棄了他自己的說話 不要有實力 只要 有 錢 就可以 走捷徑 這件事去找錯地方 所以大家要記住 如果你要 做任何行業 做任何方向都好 其實都一定要付出 找對的 環境方向 就向那邊 去 努力 對職自己的實力 這樣才有一個長遠的成功 持續性的成功 你見實力簡 他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 才有後來 他自己那麼厲害 成功的 當然 也是厲害的 你有天分的 但是這個問題 你轉了去另一個行業 轉了去政治 你要想一下 我在這方面沒有實力 是不是需要一段時間去累積 或者他都覺得自己的年紀那麼大 而且我現在有錢 我答通他就可以了 這件事是不對的 所以這一次實力簡 就中一招 他也沒有話說 最後 就蹲監12個月 希望大家 從中 可以學到一個功課 實力還實力 不要 走捷徑 走捷徑的話 你不是真的累積了實力的話 你就很容易 一下 一下 就 中招 付出很大的代價 就像實力簡 要坐的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實力簡的故事 希望你繼續 支持劉定堅 劉定堅 劉定堅 劉定堅那些不同的精彩故事 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透視一下人生 希望你喜歡 記住 subscribe 點讚 記得點個鐘仔 謝謝 拜拜